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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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只要说 学在双胶里的小鱼儿 小哥你好 你认不认得我 不认得 那你叫我干嘛 你叫什么名字 那叫沙虎太岁 巴蜀东 沙虎太岁 你杀过这只老虎了 没杀过老虎 叫沙虎太岁 我杀了好几只 都没有叫沙虎太岁 我看你啊 连的老虎须都没有拔过 沙虎太岁 小鱼儿可以说在这里边呢 是个一争一邪的角色 说白了就是小流氓 蛊惑仔 除去好惹事 是这样的角色 那么他也是因为呢 在恶人谷里长大呢 十大恶人 教了他一些 人情恋达的东西 是小鱼儿江湖经验 很丰富 而这些江湖经验呢 往往被一些 玄门正宗的大侠所不止 比方说 见人只说三文化呀 别以为谁对你 但是小鱼儿本身呢 有一个淳朴的底线 就别人对我好 我该怎么样 他也是有些事判断很准 比方说 说十大恶人怕我 那是个父母怕顽皮的孩子 真动手 我也打不过他们的 所以小鱼儿本身 这些想法很靠谱 不是那种天马星空 无拘无束的 本身来讲 他调皮捣蛋 不愿意雄贵捣捣 但是骨子里的东西 他也是善良的 那么这一点呢 跟古龙本身也挺像 古龙本身就是个浪的公子 他离家出走之后呢 跑到了台北的日方镇 结果就跟一些黑社会人 混在一块的 打打杀杀的 天天喝酒玩着 出入各种不健康场所 后来他发现 邪武侠老说挣钱 古龙文字底的不错 就开始邪武侠老说 那时候一开始写幻花洗剑路 武林外传和这个 刚才我们说绝代双胶 你像小鱼儿 武林外传里的王菱花 都是流氓式的人物 古魂仔式的人物 那其实就是古龙当时的一种写照 古龙那时就是古坏仔 就是个不良少年 包括他写了武侠 说挣了钱了 开始花钱酒币 后来又搬到台北去了 声色全马 经常买辆新车 第二天撞坏了 跟人打架 打得低情连种的 然后呢 出版商找他约稿子 不正行写 这写开头 现在要钱 预知 预知完就没下文了 出版商都恨透子了 还烦的 有一段 古龙这名声就臭了 门儿找他了 他这时候才觉得不对 在家里憋出 楚六香啊 小李飞刀系列啊 这什么的 这才越来越火 比如说古龙这个经历 好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那里人物的翻版 古惑仔 浪的公子 就这么经历 第三个特点呢 我们看呢 古龙的武侠二说里头呢 你看不管怎么调皮捣蛋 这个那个 但是 重疫情 想交交 要朋友 你比方说陆小枫 陆小枫 也是玩之不恭的人 可是陆小枫 有好朋友 比方说 他头一个好朋友 花满楼 花满楼就是 你什么时候 把事交给他 他都文武当当的 值得信赖 给你办的脱脱贴贴 而且花满楼 别看是个瞎子 对生命充满热爱 陆小枫 一有点烦心事 跟他聊完 心情开阔 这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 良友这张 我天生盲眼 但交朋友一向很准 希望这不是我们 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你长得比我英俊 和你在一起 没有女人喜欢 你性格要比我可爱 凭着想象 也会让人觉得你是个 让人很舒服的男人 还有第二朋友 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很高 有时候陆小枫 找着别的事 他都拒绝 可是一到最关键的时候 往往他能力挽狂澜 救陆小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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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陆小枫一辈子 离不开这两类朋友 所以在古龙的笔下呢 往往这个主人公 会有那么一两个 这样生死已知的朋友 能帮上忙的 那么在古龙的世界里呢 也是一个朋友满天下 愿意交真心朋友的 你比方说 台北 武侠有说的三剑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给你帮我做的声音 并且我给你帮我做的声音 和开误 明天下 没想到 我跟他做的声音 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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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高兴 好 我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提携古龙 慧眼色彩 知道他在诸多的武侠耳朵作家当中 古龙是有潜力有能力 就这么的金庸把古龙从里边拽出来 给他明报连在武侠耳朵 所以古龙也非常认真地给明报写武侠耳朵 写了楚流江系列 这等于是金庸提携 你就是我之后的武林盟主 这等于古龙一下子上位成了仅次于金庸的这么个武侠巨匠宗师 所以说金庸的朋友也是古龙交的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那么第四个古龙武侠耳朵是这么一个特点 你就发现对女人的态度 古龙的武侠耳朵对女人的态度 就好像兄弟如手足 夫妻如衣服 古龙书里多数的男女关系并不美好 其实你像楚流江 没有最爱只有更爱 可能碰到更好的就换个方式 就爱别人去了 古龙这一辈子也是 他这个结交的女人只有那么一两个是正经的 上下那些都是武厅的武女 风月场合的 他一辈子女朋友不计其数 也没几个正经的 大叔叔大叔更是如此 这一辈子女朋友不成功 这个有这辈子女朋友不成功 就是不得高了 这一辈子女朋友不成功 这一次将 sini不成功 再莫远日小谷 对 我们来的最爱 可爱的并尖 对跟世界上 这一辈子女朋友不成功 我儿 vel在实力中 所以这一点也跟古龙的生活经历 密切相关 花天酒地 饮酒无度 到风月场合 逢场作戏 今天爱这个 明天爱那个 私生活极其糜烂 不减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小李飞刀 他一喝酒就咳嗽 肺已经受损 不能喝了 可是这里边小李飞刀是个地道的酒鬼 李清欢甚至把酒呢 跟生命联系到一块 跟阿飞喝 跟这个袋喝 跟铁栓甲喝 反正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喝酒度过 好 豪气干云 酒后 酒后高歌魔戒 梦中 梦中快一恩仇 明镜 明镜脚下摆 情依 情依两镜跳 兄弟 你杀气太重了 那么古龙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有时候一天呢 得喝掉三瓶威士忌 哎 经常是XO 一晚上来两瓶三瓶 常有的事 朋友一来 先喝酒 喝完了 然后再卡拉OK 再什么 再唱再什么 花前酒地 他特别能喝 结果1980年呢 有一次喝酒喝多了 在酒馆跟人打起来了 让人给砍伤了 你说这名作家干这个事 多丢人吧 结果失血过多 输血的时候呢 还输尽带有肝炎 病菌的血液 一下子健康美矿一下 原来是个矮胖的 变得越来越瘦 结果古龙到85年9月份 由于石道流出血 移民物 翔年48岁 才活48 太可惜了 他死的时候 他那些好朋友 在古龙的出殡的时候 观他里头 这些好朋友给他放了48成XO 你看死了他都得接着喝 所以你看古龙笔下这些主角 家庭出身不详 亦正亦邪 有好朋友 非常爱喝酒 对女人不当为事 很耗生 其实这就是古龙一生的真实写照 古龙写小说 其实就在写他自己自传 所以古龙死的时候啊 人家送了他部队 叫小李飞刀成绝奖 人事不见处的一样 这就把古龙一生啊 那种啊 好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醉生梦死的生涯 给瞄不尽 所以咱们最后啊 再回味一下这幅队子 你琢磨琢磨 形容古龙准不准 哎 小李飞刀成绝想 人事不见 出流香 他提笔一挥 笑书神霞 容儿女情长于家仇国恨 湘江财族如何成就 一代武侠巨匠 他是剑斗偏锋的浪荡公主 如今小李飞刀成绝响 世间难见楚流香 他独称武侠十余年 创作杂柔神魔玄幻 令人独来不能自拔 他写进屏宗侠营的畅纳帮寡 李峰卓然自成一家 开创新派武侠之先河 老梁看电视 带您走进叱咤文坛的武侠宗师 敬请期待 英华胡斗赋龙征 武侠新派自语生 白发杯歌东是水 药带江湖后市亭 一狂一霞真名士 能哭能歌 麦俗流 江湖岁月三十载 恩怨情仇任自留 开创新派武侠 如是先河 这就是这个东西 老梁看电视 带您走进 天山剑客 梁语生